海貓法師 寺卑同化行 觀自在菩薩 心聲 般若般若 每一朵是朝 見烏雲皆空 獨一切苦惡舍 離紫色不依孤 孔不依瑟瑟 即是空 空即是色手相行事 以負如是舍 以此時出發空想 無聲不滅 不高 不盡 不增 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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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後空中無色無首相行事 無言而閉舍身衣 無色身香味出發 無言皆 乃至無一世間 無明也無明晴 浮雲 松月 串 貓 佐正 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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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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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得了吗 因为这边是极光殿 西方三圣在这边 又有元晓大师的教师 我想他们都是四线来的 那是在元晓大师的故事里面 当他还属以后 很多人就唾弃他 但是他自己也觉得很惭愧 就入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这次没去修苦行 修苦经以后 出来以后 然后装着大家都不认识他的 变成的形象 去度各种的众生 但是这个过程对他很好 让他更了解世间众生的苦 这样才能够把佛法 融入到最低层的 就像激光佛佛一样 然后显现这种疯狂象 才能够接触各种的众生 来自依照众生的 喜欢因缘等等 做视线 就像你是一个很美丽的小姐 很出名的影歌星 大家很喜欢你 但是你要借这个音缘 你内心里面不喜欢这个 但是满足众生的这种希望 然后呢 让他得度 就像把最苦的药 把包装的最好吃吸引他们吃的一样 所以这就是佛菩萨的悲愿 悲愿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说 韩国佛教的出家人有结婚吃肉 他们不是出家人 事实上我师父呢 以前就叫我来韩国住一段时间 而且住在一个有结婚的和尚家里 还娶两个 我那时候心里就有一点烦了 哎呀 师父怎么叫我睡这个 他应该放我去潮汐中的地方睡才对 但是我在那边睡了两个礼拜 我才发觉 哇 这一位法师真词的呀 因为他娶了这两个呢 一个是人家迫弃的 长得不好看的寡妇 一个是残废的女人 他都把她收留了 而且呢 他对当地的地方上的佛教 做了很多的功德 因为他们像个在家人比较好融入 所以我离开的时候 我就顶礼他 因为呢 佛教不在于你的外表 在于你对众生的悲怨 跟实际做的是什么 所以一个在山里面打坐的师父 有时候还不如一个 在人间救苦救难的医生 所以你能够去帮助众生 那我想让众生发菩提心 所以迦瑟尊者很讨厌文殊菩萨 迦瑟尊者每次开会的就骂文殊菩萨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结下安局 大家很认真 那文殊菩萨还得跑来跑去 然后迦瑟尊就公开的批评文殊菩萨 说你不守戒律如何如何 但是他不知道文殊菩萨 早就正的空性 阿罗汉的空性 怎么可以跟菩萨比呢 那文殊菩萨就借着三个月 到处去广度众生 因为所有出家人都病 都在结下安局 世界没有出家人 所以他被侮辱 他一点都不会回答 唯有佛陀之道 所以我想各位站在大乘佛教的空性 你不能执着你自己要什么 你要执着众生需要什么 这个叫什么来 利他执 要有利他的执着 而不要自我的执着 我这个对我这个错 如何如何 因为你想的是你自己 保护你自己 那你就不会开悟 但是文殊菩萨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无论如何 他们做各种的视线 就像以前 有一位出家人被批评 因为他晚上就 就不在寺廟了 往客做完就走了 然后寺廟里面 这个出家人他去干嘛呢 就有人跟着他 哇 好恐怖啊 这个出家人居然跑到寄女户去 每天就跟那妓女混啊 跟他们喝酒啊 跟他们睡觉啊 然后三七八夜又跑回来 那那个时候 这个出家人发现 包括老和尚 哎呀 那个出家人骗人的 上下班的 他去外面喝酒啊 妓女户啊 然后大家就把他赶出去 赶出去 后来这位出家人的 显现不可思议的神童 利益众生 他们才知道 这个出家人早就断除男女情欲 但是为了度这些可怜的 妓女啊 像他妈妈一样 所以他每天要去陪他们喝酒啊 陪他们吃饭 然后呢 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慢慢度他们 劝他们不要再去做这个坏事 劝他们能够减低对金钱的欲望 甚至有很多妓女就这样 唯一来出家 所以各位 哪一个伟大 就是菩萨 所以不出三界 不入三界 意思是说 不入涅槃 但是又不离开众生 那你才可以非常亲近的跟众生在一起 所以我想元孝大师是一种视线 由持戒而破戒 而由破戒而入世 对众生产生了广大的影响 但是呢 也视线了爱在心里 对他儿女的爱 像元孝大师以前在讲经的时候 他过去那个公主都会来看他 那躲在最后面 对于元孝大师来讲 他是平等的去讲说佛法 我想各位这一点你要想想看 哪一天你跟你儿子不相认 你跟你妈妈不相认一样 但是你内心却悲心的一直在动他 就像各位想听我讲 黄渤断祭禅师 他的亲生母亲眼睛瞎了 因为儿子出家 他哭到瞎了 然后呢 但是黄渤断祭禅师只要下山 都要来为他妈妈说法 然后他妈妈为了要看到这个儿子 他就设计一个方法 替出家人洗脚 因为他儿子脚上有一颗字 他永远都认的 所以洗脚的时候 他就可以认得出来 哪个是我儿子 黄渤断祭禅师 每次给他洗脚都洗一次而已 另外一次不让他洗 他说我发炎不能碰到水 但是借这个机会跟他的妈妈说法 他的妈妈后来正的出国 跃升西方极客世界 后来虽然最后人家终于忍不住了 偷偷跟这个老菩萨说 那个法师是你的儿子 结果这位老妈妈去追 结果黄渤断已经坐上船了 结果老菩萨追到河边 就掉到河里淹死了 当然世间人会怪黄渤断祂 不孝顺 你妈妈为了追你而掉到河里 但是黄渤一转回来以后 把他妈妈尸体处理好 要火化 他说如果我出嫁是为父母 为报众生 如果父母不得度的话 一直出嫁 求旋弃祝不超度的话 诸佛妄语 然后放火 结果一放火 让他妈妈升天 身为天人像 乃至往生进土 大家才理解 所以我想一个修行人要有这种 善巧方便 而不是讲世间的情爱 重点是让他的妈妈能够听闻佛法 如果他不这样单纯的表达佛法 说我是你儿子 他妈妈才不会听他讲佛法 因为他是想要见见儿子 爱儿子 世间的情 所以我想每一位菩萨都有这样的视线 目的就是要让对方发菩提心 所以我想各位也应该利用 你现在是个在家人 出家人 种种的因缘 我们都要希望对方发菩提心 就像我们看到红木 我们看到我们为他使务 就是利用这个因缘 远如的三规五界 发菩提心 往生进土 就要一直守护了这个因缘 才是圆满的 好 生命电视台 这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但是布施等说 我有钱了在布施 错了 你越困难的时候 布施功德力也大 我们中国有一个皇帝叫梁武帝 他为什么能够做皇帝 他在最困难的时候 下大雨 躲在树下 那个时候前面有一个佛像被淋雨 他唯一的斗力 干脆就供养佛像 就是这样 种下做皇帝的因 所以在越困难的时候 能够去布施 功德力也大 刚刚我们听到救护车过去 很简单 以后人家要买救护车 你要布施一点钱 以后你就不会 生病找不到医生 你怕你家火灾 你用了消防设备 再好的没用 人家要买救火车 你也出一点钱 保证你家没火灾 所以对待别人的方法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障 还有一种布施 我们华人做得很好 就什么 拜门口好兄弟 如果你相信佛法 这个世界真的很多可怜的孤魂野鬼啊 或者刚死掉被杀掉的动物啊 很可怜的 所以希望各位每天在家里拜神 拜祖先拜完佛 门口给他擦一支香 哦给好兄弟 给可怜的众神 功德很大的 在我们中国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读书人没结婚 但是他经常去寺庙 帮助小和尚读书 那有一天他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 晚上好像看到两个黑影子 以为是贼喊贼贼贼 结果那黑影子跑出来说 我们不是贼啊 我们是鬼啊 那个人就吓一跳 你们找我干嘛 他说 哎呀老师啊 你天天去寺庙拜佛啊 我们两个鬼好可怜 都没饭吃啊 你是拜佛的 所以我们跟你回来啊 他说要怎么办 你不用怕啊 你每天晚上吃东西 就丢一点点饭菜 丢到门口 我们两个就跪在那边给你磕头 我们就有饭吃了 何况你会念老和尚教你的辩识咒 然后这个人本来会怕 但是因为他慈悲心 他就不怕了 每天晚上就丢一点丢一点丢一点 然后给他念个辩识咒 哇那两个鬼很快乐 但是他想说这两个鬼很可怜啊 他既然做老师啊 也把跟学生讲的 做人要做好人啊 不然会做鬼要多做好事啊 跟这两个鬼说 一直跟他们说 那后来有一段时间 他丢东西就没看到那两个鬼了 连续七天都没看到 奇怪不见了 后来他正在纳闷的时候 突然两个鬼又回来 但是这一次回来以后 身体发亮啊 不像鬼的样子 怎么变了 然后这个老师就问这两个鬼 你们这七天去哪里啊 这两个鬼说老师啊 天天你不吃食物给我们吃 又给我们讲道理 所以我们两个去做好事啊 人家要抓鱼哦 我们把鱼赶走了 人家要打鸟哦 我们把鸟赶走了 我们两个也去做好事呢 结果我们两个做好好事以后啊 我们才发觉 我们现在要升天了 所以我们七天啊 我们要走了 特别来给你拜拜 我们做的天上的神啊 永远保护你 永远谢谢你 所以各位听我讲这个故事啊 门口丢个小面包 乃至点一只香 跟他们讲个道理 念个心经 哎呀 鬼就会变神 将来就保护你 这是非常好的习惯 所以各位如果有经过 魂牧区 部分是哪一个国人 哪一个宗教 你也愿意布施一块面包 放在那边 你又会念心经 念个大悲咒 我非常慈悲 我们布施 除了钱跟东西的布施 比这个更重要的布施 就是佛法的布施 你会讲道理 你会念经给他听 这个功德更大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